《先知·尔巴迪亚书》 这是整本旧约中最短的书 只有21节经文 你看,它并不是很乐观 它是一系列关于对远古以东人的神圣审判的诗集 以东是个临近以色列在死海另一端的国家 但是这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首先,这是它的背景故事 以东人是特别的 因为他们与以色列人有共同的祖先 他们都属于亚伯拉罕的家庭 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儿子以萨 以萨和妻子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雅各和以嫂 创世纪讲述这两个兄弟的故事 简单来说,他们的关系不好 他们过后分别得到的名字是以色列和以东 最终成为他们后裔的家庭的名字 这些家庭也重演了他们祖先同样难以处理的关系 以色列和以东在几个世纪以来都处在紧张局势 但他们是有家族关系的 而这份关系在耶路撒冷败给巴比伦时 面对背叛和破灭 当以色列被巴比伦入侵征服时 以东人趁机掠夺其他以色列城市 然后捕获并甚至杀害以色列的难民 在其他先知书里 上帝让以色列的邻国对这种暴力行为负责 所以这里和巴底亚对以东也是一样的 这本简短的书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系列对以东领袖的指责 特别是对他们的骄傲和自我提高 他们确切地生活在沙漠岩石高处 也隐喻他们真的认为他们比以色列人优越 而正是这份骄傲让以东人在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时 没袖手旁观而实际上参与破坏 所以耶和华通过尔巴底亚说 以东会从高处被拉下被摧毁 他们对以色列所做的 以东人也必遭到相同待遇 当你以为会听到更多关于以东如何遭到毁灭的内容 话题突然在第十五节转移 我们听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了 那为什么会突然从以东转移到万国呢 这节经文是一个关键部分 他把书的前半部分连接到下半部分 在那里 尔巴底亚宣布耶和华的日子不仅局限于以东 而是把焦点扩大至包括万国 尔巴底亚说 所有向以东骄傲的国家会同样面临耶和华的公益 他们会从骄傲的高处跌下并被摧毁 这两部分的结合 一个关于以东 另一个关于万国 告诉我们尔巴底亚 为何对以色列的这个南部小邻国那么感兴趣 尔巴底亚把以东的骄傲和衰落 视为一个例子 耶和华有朝一日将如何对峙万国的骄傲 实现他们的衰落 在西伯来文中以东 adom这个词和亚当adam也就是人类的意思 是以完全相同的字母拼出的 这并非巧合 在尔巴底亚书 以东的心胜和衰落是个比喻 耶和华的公益如何有朝一日在耶和华的日子时 抵挡万国的骄傲和暴力 但像在所有的先知书里 耶和华的审判 从来不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具体来说 记得尔巴底亚书之前的两本书 约尔书和阿摩斯书的结论 约尔描绘了耶和华审判万国的日子 之后会发生的事 他说 耶和华将在耶路撒冷 进行新的救恩 而求靠耶和华的名的 都必得救 在阿摩斯之书的结论中 他说 耶和华的日子 审判以色列的罪恶后 耶和华必树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为以色列创建新的王国 当中包括以东 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所以 尔巴底亚书 放在约尔书和阿摩斯之后 会要扩展 这些盼望 耶和华国度 领到万国的应许 所以这本书 以一个非常有盼望的未来结束 耶和华说 他要在新耶路撒冷 恢复他的国度 他会重新 使忠实的渔民昌盛 从那里 耶和华的国度会扩展 包括所有 以色列边境的土地和国家 所以 这本小书 更进一步地描绘了 我们在先知书中 看到的上帝的公义和信实 以东人远古的骄傲和背叛 成为人类景况的例子 我们在上帝的美好国度中 背叛和伤害彼此的所有方式 但俄巴迪亚说 还是有希望的 以东的衰落 预表了上帝将处理 人类世上罪恶的日子 而要将 治愈的和平王国 带到万国 这就是 俄巴迪亚书的内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